在這個撒旦的末日戰略 那麼小弟手領獸的 那麼有一點系統性的 這個聖經道理的記錄當中 那麼我們現在要跟大家分享到 第三個段落 那麼第一個我們所提到的是 包裝的淫亂 淫亂被美化了 那麼從思想上 從觀念上 著手 然後把本子是淫亂 但是他卻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言語的思想的包裝 然後變成是生活當中 讓我們拋棄了我們應當要有的 那麼人倫基本的道德 然後我們就進入到淫亂裡面 那麼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 那麼早上我們所提到的是 有關於性別上的錯亂 那麼在現代的社會當中 我們也逐漸可以看到 那麼人的性別已經否定 我們人類世界可能在否定 性別不是神所能夠創造的 性別是可以在自我成長的過程當中 那麼逐漸去摸索 然後我們來決定我們自己本身的性別 那麼這個都是知道我們擔憂 也值得我們用警醒的心來防備的 那麼下午小弟要跟大家繼續分享的 可是有關於這個道理的辨識 就是異端 我們先來看這一段經文 看一下提摩泰前書第四章 第一節 提摩泰前書第四章 請看第一節 第一節 這段經文 聖經將告訴我們說 聖靈明說 那麼就是神的靈在感動 那麼甚至在對我們做启示 那這一段經文不是用比喻 不是用暗喻 通通不必 聖靈在 這個神的靈在一個很清楚的狀態當中 那麼他就平鋪持續的單刀直入了 然後他告訴我們一個末日的現象 那末日什麼現象呢 聖靈將告訴我們說 在後來的時候 那麼這個後來的時候 他的言文叫做末後的時期 就是世界進入到一個後面 就是我們講島數祭祀 島數來世界末日要來臨之前 那個最後的末後的那個時期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說必有人離棄真道 那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 那麼這個引誘的言文叫欺騙 會聽從那一些具備有誘騙性 有欺騙性的 這樣子的一個靈的運作 會進入到他的迷惑裡面 然後說會聽從鬼魔的道理 聽從撒旦深奧的道理 那這個是我們這一本聖經 天上的真神 那麼他非常清楚告訴我們的是 在世界末日來臨之前的那個末後的時期 那麼會有所謂的右片的靈 那麼或者欺騙的靈 進入我們的生活世界空間裡面 然後呢 他會講一些異端 就是屬魔鬼的道理 那麼目的當然就是要引誘我們離開神的救恩 讓我們在思想上受到誤導 在觀念上產生了偏差的思想之後 然後很自然的我們信從的這個魔鬼的道理 我們就進入到異端裡面 當我們進入異端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生命就跟神隔絕了 因為我們沒有活在真理裡面 那真理是一個教會最基本的根基 我們還可以再看提摩泰前書第三章的十五節 這段經文是保羅告訴提摩泰說 因為他常在外面做福音宣道的工作 所以如果因為單年的時間久沒有辦法急速的回到教會 那麼保羅他就吩咐他的接棒人提摩泰說 說那麼你要在神的家中知道要怎麼做 那這個神的家屬的是什麼呢 就是永生神的教會 那在神的家中你要怎麼做呢 保羅告訴提摩泰第一個重要的就是 兼顧真理的根基 因為教會要建立在真理的註實跟根基上面 所以我們看這一本聖經 我們看這一本聖經 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天上這一位神 當他道成肉身來到這個世界之後 那麼他對於這一本聖經所記錄的 那麼有關於神的話 我們的耶穌基督他是被家看中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聖經裡面在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一節以下 那麼這段經文記載 羅馬的兵丁來抓耶穌 要把他抓去審判定罪 然後最後要讓他定屬在十字架上 那在這一個時候 當羅馬兵丁來抓耶穌的時候 當時耶穌的身旁 有一個非常有勇氣的門徒 那麼叫做彼得 所以彼得一看到這樣子的情況 那麼他就把他隨身的配刀拔出來 然後呢 然後就把當時的大祭司的一個仆人 叫馬勒谷的耳朵削掉了 他要保護耶穌 保護他的老叔 因為羅馬兵丁要來抓他 那這個時候耶穌講話呢 耶穌怎麼講 耶穌跟他講說 把刀子收起來吧 收刀入校 為什麼 你想想看 難道我現在沒有辦法請求天上的神 他拆派十二營多的天使來保護我嗎 羅馬的軍隊編數裡面 一營是六千人 那你看十二營多 那如果我們用數量去跟他做計算 就是七萬兩千個以上的天使 我們看西西加王 我們看西西加王 像這個亞素帝國來攻打 這個以色列國西西加王那個時代 神主拆派一個天使 一夜之間 就擊殺了亞素帝國的十八萬五千人 這個天使就好 不用太多 那現在耶穌說 我難道不可以請天上的父 拆派十二營多的天使來保護我嗎 他的意思就是說 可以的啦 絕對沒有問題的啦 那你單獨一個人拿著一把刀要保護我 我可以尋求比你更雄厚的保障 絕對可以的 但主耶穌他說 我不必這麼做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這麼做的話 那請問 經上指著我所說的話 怎麼兌現呢 這個是在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五十四節裡面的經文 聖經裡面主著我的話怎麼兌現 那當然你在馬太福音你看不到 到底是哪一句話 我們的神在一個 我們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 在一個這麼重要的生命小關的一個關頭裡面 他為什麼這麼堅守神的話 不要啦 因為這一句話一定要兌現 這一句話不對現 那這一本聖經我們的信仰就破產了 那我們看聖經小弟覺得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我們常常會有這個斷章取義 那麼或者叫以篇概全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思想模式在裡面 讀這本聖經小弟認為最困難的就是玩平圖遊戲 一個圖片五百片 你不能夠抓到一片 那麼你就用這一個圖片來涵蓋這一個圖 到底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內涵 因為它資訊是不完整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五百片的圖片全部都找出來 然後你跟他說有順序的排列之後 你才發現原來這個圖片拼湊起來 是一個這麼漂亮的一盆花 不是一個綠色的東西而已 這個綠色的東西是什麼 只有一個圖片你看不出來它的全貌 所以哥羅西書第一章的二十五節 保羅他就講 我當耶穌的仆人 我是耶穌的子士 那麼我一定要把神的道理傳得全備 所以我們對同樣的一個主題的訊息 那麼可能他會分散在聖經各自不同的經檢當中 那同一個主題的訊息 我們當然要從聖經的不同經檢當中 我們去把這一些相關性的經文全部都找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再去跟他做排列組合 那我們才有辦法了解一個道理的全貌 所以小弟認為我們讀聖經最困難的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哥林多前書二章帝書節就告訴我們說 如果讀聖經要了解神的話 沒有神的靈來引導帶領我們 對不起沒有人可以讀得到 絕對沒有人可以讀得到 因為人的靈小的人的數 那神的數呢 只有神的靈才知道 那感謝神我們今天的教會 會有神的聖靈跟我們同在 所以我現在要另外引證一段經文 來講述到底是哪一句話 我們的耶穌基督他這麼看重 有能力救他自己 保護他自己的情況之下 他不動用這樣子的數例 那我們可以看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三十七節 馬太馬可路加我們都稱之為 叫對觀福音 那麼在同樣的一個數據透過三個人的筆跡 那麼從三種不同的角度 那麼對同樣一件數據去做陳述之後 那我們去把它拼湊起來 那麼我們了解的全貌會比較完全 所以我們透過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三十七節 我們就知道哪一句話 這一句話叫做 耶穌基督要被列在罪犯書中 就這麼一句話 很短 他說如果我現在動用保障保護的力量 那請問他問彼得 請問那這一句話怎麼兌現 我一定要讓這一句話兌現哪一句話 我要被列在罪犯書中啊 這些羅馬兵丁現在把我當成犯人來追 來抓拿我那我就是罪犯 那麼神在就業所講的話才有辦法兌現啊 那麼這一句話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以賽亞書五十三章的十二節 那你看這一段經文 我們請電腦做一下 你看十二節這麼長的經文當中 這個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就這麼短短的一小部分 不是一節喔 一節當中的一小部分 因為他要被列在罪犯書中 這麼一節小小的一小段 一節當中的一小段 我們的耶穌基督他都這麼看重 所以我們透過這一本聖經 我們要了解 教會的根基是真理 當這個真理的根基 一旦被衝擊掉的時候 那這個教會就不再是神的教會 我們不知道這個教會是建立在什麼的基礎上面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根基就是真理啊 所以如果我們在牧羊聚會的工作上沒有真理 那聖經神告訴我們說 聚會是浪費時間沒有效益的啦 那麼這個經文我們也請後面電腦可以作業一下 馬太福音十五章的第九節 聖書他說如果把人的吩咐那麼當做道理教導人 耶穌講那拜我是怎麼樣 是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在會堂裡面的聚集 我們講台所釋放的不是這一本聖經真理的訊息 那今天就是浪費時間 浪費大家一小時的時間 沒有效益的 因為我們的神不會紀念也不會承認 真理是怎麼重要 不能夠把人的吩咐當成真理教導人 耶穌基督也講 如果講述的沒有真理 那麼宣道 宣道是怎麼樣 是作惡 那麼我們根據的經文是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十五節 我們請電腦作業一下 這段經文主耶穌他說 文書跟法利善人宣道上他們是非常的認真 但是他們走遍洋海陸地 這個宣道的工作如果大家有在做宣道的工作 你會發現這個宣道真的是不容易 在現在這個宿代當中 那麼我也曾經去協助過印尼這個國家他們全國的這個宣道的 他們全國的布道會 那真的是很辛苦 三天就換一間教會 三天就換一間教會 全國性的 那進去到很內陸 到加里曼丹島最內陸 跟波羅洲 這個波羅洲交界那個地方 有一個他們原住民的教會 叫PUTA 那要到這個教會 從加里曼丹島做飛機要做三個半小時 然後下了飛機之後還要去做高速快停 雙引擎的YAMAHA 引擎的高速快停要做兩個小時 然後到這個小鎮之後 還要做鐵牛搓做一個半小時 才有辦法進去到這一個原住民的教會 沒有電 所以進去到他們的房子裡面 高小屋 木板 高高低低 撐吃不平 沒有廚房 沒有廁所 那怎麼過生活 沒有電 沒有水 沒有住來水 那這個對我們文明人來講 那這個是很痛苦 文化背景不一樣 生活習慣不一樣 那麼教育的層次不一樣 飲食的習慣不一樣 所有的細節全部都不一樣 那到那個地方去 我跟他講說 我想上廁所怎麼辦 他說 去那個後面那條河流 那後面那條水狗 那怎麼上 那你就衣服脫一脫 你就蹲在水裡面上 我不會上 本來想上一蹲下去就沒有了 不曉得怎麼上 那後來第一次沒有經驗 不知道 如果有機會到這種落後的地方 你在水裡面要上洗手間 請問是面向上游 還是面向下游 很大的關係 跟大家講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第一次沒有經驗 我是面向下游 我想說 這個排泄物出來之後 衝了就走了 所以我就面向下游 我跟他講說 那上游不曉得有沒有人 可以跟我做同樣的姿勢 那我在下游不是喝他的水 泡他的這個排泄物的水嗎 他們跟我講說傳道你放心 整條河流都是這樣 所以刷牙洗澡洗菜 上洗手間 就是說要排泄全部都在那條河流裡面 所以你在那邊蹲的時候 你還可以看到 咦米田共同班邊經過 大家是這樣在生活的 沒有電沒有水沒有洗手間沒有廚房 什麼都沒有 所以晚上聚會晚上這個夜間來臨之後 就全部睡覺 所以他們三歲以下的小孩不穿衣服 沒有衣服好穿 有機會也可以到這個地方去走一走 在加里曼丹島北邊婆羅州的交界 在印尼的國土裡面 叫普達教會祈勞所 但是他們的注目傳道是沙巴派出過去的 因為從印尼的總會派到那邊 要七八個小時路程遙遠 那沙巴派過去 距離他們的間界只有十公里很近 走一下路就到了 真的是有他的辛苦 那晚上睡覺你想說那麼好 我看我們五樓傳道房非常舒服 你去那邊樹那個木板 搭起來而且木板都是這樣子的 高低不平的 底下是養雞養鴨養豬 所以晚上睡覺味道非常好 還有晚上睡覺 蚊蚊蚊特別多 很難睡啊 我們這個文明人到那邊真的都不對勁 那聖經說你看這些文宿法律賽人 走遍洋海陸地 這個真的是辛苦 因為真的文化背景的差異度 各種生活習慣都差距蠻大的 那聖經說他們勾引一個人入教 就是說讓一個人變成是歸一者 或者讓一個人變成是宗教信仰的改信者 但是很可惜的怎麼樣 這個勾引的意思就是 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所以說 卻讓他失去水分而枯乾的萎縮了 因為沒有真理 很辛苦啊 但是當這個歸一者 這個改信者 他進來之後呢 沒有水分 那一個植物沒有水分 那麼他就是枯乾了萎縮了 或者他就是癱瘓掉了 屬靈生命系統沒有辦法威俗 所以神說入了教了 可是怎麼樣 他還是下地獄 那這樣子的宣教又有什麼意義呢 因為沒有真理啊 所以真理在神的教會裡面 它是絕對重要的 但是我們在看這一本聖經的時候 我們要發現到 聖經我們剛剛所看到的提摩太前書 數章一節是提到 末後的日子一定會有魔鬼的道理 進入到我們的生活行列當中 那麼它是一種誘拐的 誘拐的欺騙的靈的運作之下 所產生的一種現象 那魔鬼厲害的地方就是說 不是只有我們能用神的道理而已 不是我們一種誘拐的信仗 我們的港度領的火人員 哪一團都能有神的道理 沒有幾個說要用 用我也會用 我也會用 所以我現在再舉一個例子 進入在聖經裡面的 你看陸教福音的第四章 從第一節以下的經文到十二節 主耶穌他禁食四十奏夜之後 那麼現在魔鬼來試探他 那麼魔鬼試探他的第一個 所使用的方法就是 可以把石頭變成餅 因為主耶穌四十奏夜之後肚子餓了 所以魔鬼告訴耶穌 你可以把石頭變成餅啊 那這個時候 那這個方法對我們今天來講 叫點數成金數 快速發財 年輕人一直在想 我人生第一桶金到底從哪裡來 快速發財 所以我們走的不是腳踏食物的路線 我們走的是金融操作的路線 蠻多的 股票 期貨 金融的這一些主數的操作 那第一桶金從哪裡來 石頭可以變成食物啊 快速發財啊 可是在這個情況下 主耶穌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 隱正這個生命記八章第三節的經文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啊 還是要靠我們的神口裡面所出來的一切話 那魔鬼他失敗了 因為我們的神站在真理的角度 執行真理的動作 所以他沒有把石頭變成麵包 那第二次魔鬼來試探他的時候呢 把耶穌帶到這個高山上 然後告訴耶穌 你看這個全世界的榮華富貴 都交在我手中喔 所以那個長期不來教會 在外面社會發達的 現在又再度進來教會 我們倒不必先斷定說 主耶穌很祝福他啦 因為全世界的榮華富貴 也是在魔鬼的手中喔 那魔鬼說要不要 如果你要我也可以給你啊 拜我我就給你 所以我們南部地區有一個教會 曾經有過這樣一個見證 那見證就是說 他是從事這個餘溫養殖 這一方面的工作 那麼有一段時間呢 他這個餘溫 這些海產的養殖的這些魚蝦 受的傳染 所以病毒這個 弘醒之後 那麼暴斃相當多 所以他也憂心忡忡啊 那不知道他該怎麼辦 因為能夠用的 能夠想到的人的方法 他都用的 但是得不到改善 那有一天晚上他愁眉苦臉 那麼在家裡面 突然之間 魔鬼就跑出來找他 我問他說 你怎麼住到那個魔鬼 他說一出來 那個靈靈的感覺 就住到這個魔鬼 那魔鬼出來跟他講說 我可以讓你變成富有 富有的人家 我可以改善你整體的環境 但是你要把你的生命賣給我 你只要答應 我就讓你變成富有人家 你所有的問題 我能夠幫你解決 感謝神啊 我們這個信徒 他的信仰立場蠻堅定的 所以他跟主耶穌基督一樣 因為當時主耶穌他講了一句話 引用這個生命記六章的十三節 還有第四章的第八節 就是說 人 一個人 只能夠單拜天上的神 那除了這個神以外 我什麼都不拜 我只有單單拜天上那一個神 所以錢財對我來講 他不會超越神的重要性 世界的榮華無貴對我來講 沒有辦法超越神的重要性 因為神祂是我聖命救贖的 救贖的一個什麼 一個救贖主 那生活是短暫的 聖命才是永恒的 那有什麼能夠超越聖命的價值呢 所以覺得祂不拜 第一次也用聖經的話 第二次也用聖經 也有法真神所說的話 那第三次呢 魔鬼說那你要用 那我也可以用 不是只有你用 所以第三次把耶穌帶到聖殿的殿典 然後告訴耶穌說 你如果是神的兒子 你可以跳下去啊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這個 第九節 那當魔鬼他對耶穌在第三次 做這樣子的速探的時候 這一句話講了之後 隨著而來的是什麼 是聖經耶穌法真神所說的話 一個字都沒有差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四節 魔鬼他說 因為經上記著說 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段經文出處於哪裡 出處於詩篇九十一篇的十一節跟十二節 遠遠本本的把耶穌法真神所說的話 拿出來當作一個走證 然後告訴耶穌 其實你跳下去是沒有什麼危險的 可是一樣都是用神的話 好耶穌他另外引證的是 《生命記》六章十六節的經文 耶穌他說 不可以速探除耶 明明知道跳下去有生命危險 你為什麼還要跳 一樣都引用神的話 那換句話說 魔鬼也會用神的話 在一個宿件 在一個場景當中 神的話出來 但這樣子的場景 這樣子的宿件 神的話出來 不是幫助你 不是讓你得到恩典 得到釋放 是要你的命 有這樣子的經文的根基的紀錄 所以換句話說 魔鬼也會用神的話 但是他引用在這一個宿件當中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經文的應用的局勢 那是不合場景跟事情的需要 好 所以今天在我們的整個的生活裡面 我們一直強調真理真理真理 我們也在講真理 但有時候你會發現 偶爾會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那麼會聽到一些 那我們感覺到這個是真理嗎 這個是真理嗎 我們會很訝異的這個是真理嗎 那如果我們沒有分辨思考判斷的 這樣子的一個心致在裡面的話 那我們很容易就受到它的影響啊 我現在講一個例子 那麼大家思考看看 到底這樣子的言論 對還是不對 他這樣說 說方言 是得聖靈的憑據 對不對 對 好 但是 得聖靈 不一定要說方言 對不對 說方言 是得聖靈的憑據 對 但是 得聖靈 不一定要說方言 所以即使不說方言 我們的聖靈 一樣可以充滿 他引證經文了 他引證哪一段經文 大家看一下 看 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第七節到第十一節的經文 你看在這段經文裡面 聖靈就怎麼記錄 他怎麼記錄 他說聖靈顯在個人身上 是叫人能夠得到益處啊 所以這個人 聖靈能夠賞賜給他什麼 智慧的言語啊 這個話一講出來 能夠安慰人的心 能夠鼓勵人 對他們的心 對神重新恢復信心啊 這個是帶有神的力量的 智慧的屬靈的語言啊 再來 這個人蒙聖靈 是給他諸事的言語 有神真理的內涵 能夠去幫助他 那麼讓他呢 能夠在生活上得到數況 那第九節呢 是給他信心 還有呢 是給他醫病的恩恕 帝書節 能夠讓人行異能 也能夠做先知 也能夠辨別諸靈 也能夠說方言 也能夠翻方言 那麼十一節就講 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 隨其意分給個人的 他說 在帝書節裡面有提到 當聖靈顯在那個人身上的時候 那麼其中一種現象就是說方言 所以他講 說方言是得聖靈的憑據 對 因為有這段聖經經文的根據 但是一個人得聖靈 不見得一定要說方言 你看有這麼多不同的情況 呈現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那為什麼我們一直強調 祷告 求聖靈 得到聖靈就要說方言 那這顯然是有待上去的 所以我即使不說方言 我聖靈也是可以充滿 為什麼 因為我能有醫病的恩恕嗎 因為我能夠鼓勵人 讓人信心 對神的信心重新恢復嗎 因為我能夠講出一些有智慧的人 所以你去幫助他 讓他能夠得到思想上的開通 那個都是聖靈所呈現出來的 為什麼單強調說方言呢 當他這樣告訴我的時候 我再問大家 你認同嗎 認同嗎 所以我們教會有一些信徒受影響 他們就得到釋放 就不用那麼辛苦 在基督求聖靈 什麼老兵求聖靈 三十八年 那個是少崇命長老 怎麼就求得那麼辛苦 受聖靈不一定要講方言 為什麼我們就一直基督求聖靈 有這麼多不同的現象 那我看一看我自己說 好像還有一種情形好像在我身上 最少我對神很有信心啊 環境擠不倒我啊 對不對 那這個不是聖靈在租稱我嗎 你能夠說我沒有聖靈嗎 怎麼可以這樣講我沒有聖靈呢 一定以受方言當作貧氣 他這樣講的時候 我思考很久 我思考很久 那麼這個言論 曾經在臉書上面 他也發布過 很多人按讚 可能有幾千人按讚 我曉得其中有沒有我們 也去按讚 認同他的講話 宿神的真理 記錄在聖經裡面 但是用在不對的宿件上面 變成异端 你要看一看 這一段經文他講的是什麼 他講的是你看帝宿節 上下文你要稍微看一下 帝宿節講什麼 講恩術 他是講到聖靈的恩術 聖靈的恩術 他說恩術有分別 那聖靈只有一位 那這個恩術的意思就是工作的能力 工作的取向可能會不一樣 他講的是聖靈的恩術 就是說一個人如果得到聖靈之後 那麼在整個工作的能力上 在整個工作的取向上 他可能會不一樣 因為這樣子的透過聖靈所賞賞 下來的工作力量 是神所賞賞的 是神給人的 在靈裡面的一種恩貴 一種禮物 那這個叫恩術 底下保羅接著又講 職是有分別 主卻是一位 那這個職術呢 就是講工作的項目 還有工作的性質 有所區隔 好像在教會裡面的這一些 慈善的一些幫助的 慈慧的事業 我們的釋奉的服事 有很多不同的項目啊 接待 講道 歡譯 這個思勤領事 等等催事 有很多各種不同工作的項目啊 他的性質是不一樣啊 所以職術有分別 但是呢 我們都是共同在服事天上 這一位神啊 然後再來第六節 功用有分別 那這個功用是講到工作成果 所呈現出來的效果 會不一樣 他所呈現出來的一種 展現的 從神而來的属靈力量的功效性 可能會有不一樣 但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只有一位神啊 好像聖靈就有一位 所以這一段經文 他講的是聖靈的恩術 他不是講受聖靈的現象 所以從十二節 你再看到夏文 保羅他從第七節講的這一段 他是講的聖靈的恩術 他不是講受聖靈的現象 所以十二節保羅他就講 我們都是同一個主題啊 每一個人都是不同主題 那麼合起來之後 我們都是同一個主題啊 所以我們有人做手的工作嗎 有人做鹽嘛 做嘴巴嘛 等等做腳嘛 那這些不同的功能性 集合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身體啊 那我們可以了解這一段 他是在講什麼 我用另外一個解釋這樣說啦 我們吃過柠檬沒有 吃過沒有 柠檬啊 柠檬啊 吃的能夠活化皮膚啊 所以吃柠檬的人比較不會老啊 柠檬 柠檬有柠檬油啊 他能夠分解油煮啊 幫助你減肥啊 對不對 好 這個叫做柠檬的功用 你現在有沒有吃到柠檬 你現在有沒有吃到柠檬 現在有沒有 沒有啊 我們坐在這裡煮火 你怎麼會吃柠檬 如果現在我拿一顆柠檬給你吃 你這樣一吃 你會怎麼樣 哇 那時候都幫他啊 對不對 嘴巴一直流 哇 酸啊 但是你在講柠檬功效的時候 你不會講酸 對不對 那個是你吃到柠檬 所產生出來的現象 就是你感覺酸 可是柠檬它有很多不同的功效性 那我講這個就是 他這裡不是講受聖靈的現象 他這裡講是 當聖靈降臨下來之後 這個聖靈到底他有什麼功效性 所以保羅他講聖靈的恩術是 知識層次的範圍 聖靈賞述下來 那麼聖靈他帶給我們在神聖功的服務上 他有不同的性質 有不同的項目 他有不同的工作能力 他有不同的成效 他講的是這一些 那集合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身體 那受聖靈呢 受聖靈絕度是以說方言當中 是一個唯一的憑據 所以我們的這個十大信條的第五條 你去看一看 我們讚美書第一首的前面那一頁 我們都有類十大信條 那受聖靈是什麼現象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使徒行傳》第二章 所以如果我們聖經真理錯用了 在一個事情當中 在一個事件當中 我們引證了這一段聖經的道理 但問題是 引證之後他做了錯誤的解釋 經文是對的 重審來的 但是在解釋這個事件上是不通的 那我們就變成魔鬼了 跟魔鬼做好 沒有什麼用意 那你看《使徒行傳》第二章 第二章他提到的是受聖靈的現象 五星節的時候 門徒聚集在一個地方禱告 那麼第二節他就做了一個形容 什麼形容 天象有響聲下來 有一陣大風吹過 那麼再來第三節 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 分開降落在他們頭上 這個都是描述現 他所看到的一種情形 好像有響聲 好像有大風 好像有火焰的舌頭降臨下來 然後在這樣子的描述當中 所產生出來的現象 地數節 他們被聖靈充滿 按著聖靈所述的口才 說起別果的話來 開嘴公圍 那這個別果的話來 你去看他的原文 有一些就乾脆換一層方言 就是捲著舌頭 或者舌頭震動發出來的聲音 那他的原文的解數就是 說起另外一種語言來 問題是 是什麼語言 聖經沒有做解讀 不知道 當聖靈降臨的時候 那麼按照聖靈所賞賜給我們的口才 那麼就說按照聖靈他的意思 那麼他透過靈的感動 我們的嘴就講出另外一種語言來 那這一種到底是什麼語言 不知道 因為聖經沒有寫 但這一種語言 它有兩種情況產生 從第五節 那麼一直到十一節 叫做這一種語言 透過翻譯能夠讓人聽得懂 這個聖靈賞賜下來之後 透過我們的嘴所說出來的這種語言 你看當時聚集在耶路撒冷那邊的 有十五個不同區域回來的 這一些僑居民 那如果以我們今天的角度來講 因為在第八節 因為第六節 這聚集從十五個不同地方回來的 這一些人 他們說 怎麼這個耶路撒冷的這一些人 他們用我們的鄉坦 就是我們故鄉的家鄉話 在講 在講話 那我做一個比喻 以今天來講 有帝國都回來 這些人受聖靈講 講德國話 那義大利回來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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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在講義大利話 那華國回來說 不是他在講華國話 那奈吉利亞來了 他說不是啦 他是在像我們奈吉利亞的非洲話 用我們個人生來的那個相談 在講話 那講話呢 他們聽得懂 請看十一節 最後說 講說神的大作為 那我們只能夠有一種結束 叫做我們天上的神 他做的同步的翻譯 只有神才做得到 我們人做不到 所以我到馬來西亞 一個叫前鋒佳營 佳營前鋒教會 我講道很輕鬆 我今天這樣講到嘴巴哪 我看對不對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講沒有翻譯 那你去這間教會講道的時候 我們也是講華語 但是華語要先翻成英語 那就翻一首 所以我講一分鐘 我覺得那邊休息了 手吐掉了 那他翻譯英語之後 那第三個 再從英語翻譯他們的 翻譯他們的這個印度化 那就翻第二首了 我講一句話聽到五分鐘 都不用再講 那翻譯英語之後 他們再翻譯他們那個 翻譯國語 我們再翻譯阿美語 再翻譯他們故鄉的母語 都翻三首 阿爸爸我這樣都翻四首 我講一句話 他們要翻 翻譯 所以一分鐘 我都要等五分鐘 才能再講第四句 一篇就你說跳做三篇講 講輕鬆 不必一篇道理 捷徑老朱這樣 一小時消耗關 在台灣講一小時 在那邊可以講三個小時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這樣翻譯 人沒有辦法 但是同步翻譯十五種語言 只有神才做得到 所以當這個 當這個別國的話 經過我們的神 他同步翻譯之後 第一個 這個話能夠讓人聽得懂 有十五種語言 第二種現象就是 聽不懂 這個天國的話 這個講起別國的話來 這個天國 這個聖靈賞述下來 所講出來的 這樣子的語言 沒有人聽得懂 所以你看十三節 十二節 十三節 十二節說眾人 驚訝 對不起十三節 說還有人 就是另外還有一批人 他們怎麼樣 他們就績笑了 說怎麼樣 喝醉酒了 這些人喝醉酒 現在講什麼話 我們怎麼都聽不懂 雷聲隆隆 阿天阿如意 雷聲隆隆 問題是講什麼 某彩羊 那後來彼得才告訴他們 十五節 彼得說 他們不是喝醉酒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是四初就是早上九點了 這不是猶太人生活習慣當中的喝酒的時間 所以絕對不是喝醉酒了 所以換句話說 當天國的語言上述下來之後 產生兩種情形 第一種就是 我們的神他歡迎 十五個國家回來的人 都聽說是他們故鄉的母語 他們生來的鄉談 一種就是聽不懂 在講什麼我不知道 那聖經是全輩的福音 互補的 我們再看一下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請看第二節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第二節說 那說謊言的 原不是對人說 乃是對神說 因為沒有人聽出來 然而在他的心靈裡 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秘 第四節 說謊言的是造就自己 好 那麼這裡有一種情形就是 當一個人受聖靈說了謊言 就是說了別狗的話 說出另外一種語言 那這種話是沒有人聽得懂的 心靈裡面跟神鼻鼠在做互動溝通 有時候我們幫助弟兄姐妹在做按手禱告的時候 我們覺得哭得很傷心 出來接受按手的信徒禱告用心一直哭 其實講真的 我們都不知道他到底為什麼哭 我想只有神知道 他知道神知道 所以聖經是 第四節說 說謊言是造就自己 那說謊言呢 說謊言是對人講 第二節說 因為沒有人聽出來 是他心靈裡面跟神 講述各種他現在的情況 講述各樣的奧秘 他現在的情況 他不能夠對人講的 他就對神講 這是一種情形 那還有一種就是說 說謊言是透過翻譯 能夠讓人聽得懂的 我們請看二十六節 二十六節 弟兄們這卻怎麼樣呢 你們聚會的時候 個人或有詩歌或有驚信或有啟示 說或有謊言或有翻出來的話 凡數都當造就人 若有人說謊言 最多說好兩個最多三個 能夠講 也要有一個人翻出來 若沒有人 若沒有人翻出來 就當會中 就當在會中閉口 只對自己和神說救贖 兩種情形都存在 一個就是聽不懂 造就自己 你的心靈跟神講述各樣 你內心裡面的奧秘 那一個就是透過翻譯 這個跟聖靈降臨的現象都是一樣 聖靈降臨是透過神翻譯 那現在是透過翻方言的 你現在講方言 聖靈感動 你說出了聖靈的語言 那現在透過這個翻方言的 然後能夠讓大家清楚了解 到底現在你所說的內容 禱告的內容是什麼 那這一種情形在我們教會 這那一種教會曾經發生過 所以如果大家認識一個 台中教會的一個前長老 他已經過世了 那麼他是跟隨我們老蔣先生 我們的這個老蔣總統 那麼從中國大陸來到了 我們這個地方之後 那麼他一輩子沒有結婚 那麼就是服役 那麼一直服役到他退休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被引領來到我們教會 然後他聽了道理受感動 然後追求 以後就在我們教會接受洗禮 那麼他一直在教會裡面 極力做服飾況限的工作 所以他被教會認同 後來最後教會提名 案例他成為長老 以前都叫錢伯 台中教會有一個親別啊親別啊 那後來他案例為我們教會的長老 那麼有一次他安息日聚會的時候 他坐在前面第一排的地方 因為錢伯他是福州人啊 那福州人講福州話 有時候滿有意思的 那個醬油沒有了 叫sew tomorrow 明天見 英文叫明天見 這個就是福州話的醬油沒有了 他叫sew sew就是醬油啊 他們福州話 sew tomorrow sew tomorrow sew tomorrow 我們今天祷告這個 黃亥聚會秩序啊 但是當大家一直看他的時候 講台也聽出講道 旁邊有個弟兄站起來說 各位弟兄姊妹 長老現在用方言講道 神開通我的耳朵 我聽得懂他在講什麼 所以我要翻給大家聽 那麼總結啦 我用簡單的一句話 當時的錢長老他在講 啟示錄第三章的第一節跟第二節 那麼這段經文就是說 按著你的行 我知道你的行為 按明你是否的 祈禱你是屬的 那麼就是聖靈在責備當時的 教會的弟兄姊妹 沒有榮耀神的生活 原型的表現 所以說按明你是否的 那祈禱呢 祈禱你是屬的 所以我們的神提醒 你要復活過來 再去兼顧教會 軟弱的弟兄姊妹 他在講述這樣子的一個道理 所以我們發現 當一個人他受聖靈之後 受聖靈的現象是什麼 就是說方言 講出別國的話來 只是這個方言是聽得懂 還是聽不懂 是這樣子區隔而已 所以如果要聽得懂 造就教會的弟兄姊妹 那麼就一定要有翻方言的那個人 所以你現在回來 哥林多前出十二章 他講到聖靈的恩述 這裡所提到的帝書解說 又叫一人能說方言 又叫一人能翻方言 他是講到用方言在聚會當中 要造就信徒 所以聖靈有這樣子的功能性存在 他不是沒有這樣子的功能性的 但是如果要造就教會的弟兄姊妹 那麼一定要有一個翻方言的 去翻譯這個聖靈的義書 那麼我們大家在靈性上 才能夠得到造就 所以他不是講受聖靈的現象 所以他的講法 隱正這段經文是錯的 那就變成異端 所以我們教會有一些長期禱告得不到聖靈的 那麼他就不再禱告了 因為他得到釋放了 那我們要防備的是什麼 我們要防備的是 我們內部 教會內部自己本身所產生的異端 這個對我們來講 這個才是比較嚴重的問題 外面的異端 說我們現在安息日改成禮拜日 我想我們不會受到迷惑 那有什麼事情 本來安息日就是星期六 那安息日改成禮拜日 我們是絕對不會去執行的 我們曉得這個不符合聖經道理 但如果內部自己本身所產生的 好像我剛剛所講的這個例子 我們很多人可以去認同它 尤其聖經經文在引證出來 那絕對是一種致命的殺傷力 那教會將來要面對的征戰是什麼 是內部產生的異端 讓教會產生的分裂現象 這個是我們要警醒皇帝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經文的紀錄 在講義的第一點 保羅也提過 彼得也講過 老約翰也述說過 我們現在看保羅所說的 看《使徒行傳》二十章 《使徒行傳》二十章 二十九節 那麼一直到三十節的這一段經文 保羅在這裡 對以福守教會的眾長老所說的話 因為你要從十七節往下看 保羅第三次國外步道 最後要離開以福守教會 那麼他請人去把教會的眾長老 都請來到他的面前 然後他就開始講講講 所以二十九節三少會的 領導宗教信仰的領導的這一些 長老們那麼所說的話 二十九節保羅講 我知道我去之後 必有凶暴的蟲 進入你們中間 他是不會愛惜羊群的 甚至三十節說 就是你們中間 就是你們中間 也必有人起來說 被妙的話 要引用門徒跟從他們 那什麼叫被妙的話 被妙的話 我去看他的原文就是說 扭曲 背離 誤導神的救恩的一種 魔力性的側緩 我再講一次 扭曲 背離 誤導神救恩的一種 具有魔力性的側緩 那會叫成 教會分裂 就是道理變成 我的認出跟你的認出 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 不一樣 那產生不同的觀感意見 然後扭曲了 誤導了 那最後呢 神的救恩計畫 就因為 在一個人的運作書下 那產生了 教會被分裂的現象 教會內部 異端是出租內部的 這個才出租都我們警醒的 我們再看一下 彼得後書第二章 看一看彼得 他怎麼提醒我們 保羅講了 現在彼得他也講了 彼得後書二章第一節 這段經文 彼得他說 從前在百姓當中 有假先出起來 所以我們看 就業聖經的時候 假先出衝刺在 就業的聖經裡面 常常都是假借 優华神的名 平安啦 平安啦 沒事啦 常常都是這樣子的 一種論調 我們看就業的聖經 大概這樣子的情況的紀錄 蠻多的啦 那接下來彼得他怎麼講 他說 將來在你們中間 那麼這個就是講 教會自己本身的內部喔 將來在你們的中間呢 也會有假師父 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 那在這個地方的異端 到底他又主的是什麼呢 我去看他的原文 他是說 惡意的引進 不同的看法 造成分裂 造成錯誤 他是惡意的啦 挑递的啦 我就自己去抵抗一下啦 所以他是惡意的引進 不同的看法 然後造成分裂 然後造成教會的解體 將來在我們中間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 因為聖經都這樣做記載 再請看約翰一書 第二章 十八節跟十九節 約翰一書第二章十八節跟十九節 小事們啊 如今是末時的 你們曾聽見說 那敵基督的要來 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的 從出我們就出到如今是末時的 十九節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 卻不是屬我們的 若是屬我們的 就必能就與我們同在 他們出去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 什麼意思 他是從我們中間出去的 但是他不會聽見 因為他如果聽見 就回歸復合成為一體 所以老約安他講 他是從我們中間出去的 但是他不會屬我們 若是屬我們的 就必能就跟我們同在 因為勸告他 我們去跟他談 他能夠悔改 做到這樣不對 那可以和復合歸為一體 但是請放心 這些人都是 輸的蹭腿鐵的心的 出去就出去 會造成教會因為 對真理認輸的不同的幹法 然後異端產生 教會就分裂 我再講另外一個 我們教會內部自己本身所產生的講法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認同 得救靠真理 不是靠組織 請問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得救是靠這本聖經的真理 不必要靠組織的架構嗎 對不對 好 我不曉得你的答案 再來 所以我們今天得救是靠耶穌 不必靠教會 對不對 他是兩個合在一起講的 得救是靠真理 不必靠組織 所以我們今天談得救是靠耶穌 我們絕對不是靠教會 前面三個都對 只有最後一個錯 得救靠真理 對 不必靠組織 什麼同鄉會 聯誼會 師族會 福倫舍 對 當然我們不靠這些人的 組織的印象 所以同樣今天得就是靠耶穌 因為耶穌就是真理 對 所以不必靠教會 錯 他把基督跟教會切割 把教會歸納成為 世俗的一個組織的架構 錯 為什麼 因為聖經真理的教導 耶穌他是教會的頭 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 對不對 好 那個是有生命聯繫的一體的關係 那現在拿刀把頭跟身體砍掉 生命就喪失了 他是站在一個人的角度 然後用哲學的推論的邏輯思想 去誤導你進入錯誤裡面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不必來教會了 你為什麼禮拜六來教會 浪費時間啊 得救不是靠教會啊 你來教會幹嘛呢 對不對 我不必來教會啊 我在自己家裡面聚會兩三個人 聚合在一起奉主的名 神就跟我們同在了 你何必靠教會得救呢 我們是靠耶穌得救的啊 那他問題是他拿刀子一刀兩斷 生命就喪失掉了 所以教會是進入天國的鑰匙啊 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節跟十九節 我們請電腦錯誤一下就好 所以主耶穌他說 我就把天國的鑰匙交托在這一間教會裡面啊 所以我們沒有把這個天國的門 這把鑰匙沒有把天國的門打開 沒有人可以得救的啊 所以我們得救就是要靠教會 教會執行洗禮 教會傳揚真理 教會走在神的真理裡面 那我們這個教會是神的身體啊 我們不是外面的社會主族架構啊 只是管理方便 我們教會好像有一個主族的樣態 那其實這個不是教會的本質啊 教會是什麼 教會是使徒行段二十章二十八節所提到的 耶穌基督寶寫所救贖回來的那一些人呢 主的大家 那大家如果不開啟天國的門 這一把鑰匙你不啟動 沒有人可以得救 所以得救是靠教會 絕對沒有錯的啦 因為教會它就是天國的鑰匙 宣揚福音的工作 神托付給教會 在以福首書第三章的帝書節 這樣子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要小心防患 因為在一個末日的一個宿代裡面 我們要面對相當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教會內部對真理的不同認出的分析的看法 那這樣子的悖妙的話 或者異端 當它在教會裡面產生的時候 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真理的基礎去做分辨 很容易我們就會受到影響 然後我們就誤入到那個錯誤的道路裡面 那麼喪失了我們靈魂得救的盼望 最後請看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 二十九節 至於做先知講道的 如果只好兩個人或是三個人 趨移的就當聖師明辨 聖經提醒我們一個聽道的信徒 應當要有的一個裝備 就是聖師明辨 現在講這個好像跟我之前聽到的不大一樣 卡卡的 怪怪的 以前沒有聽過這樣子的這種道理 那到底這個道理是對還是不對 當你這個疑問產生的時候 我們寧可找教會的賞職 找教會的傳道 我們再多做討論 得救靠真理 不必靠主主 所以今天他說得救是靠耶穌 不必要靠教會 怪怪的 常常來教會聚會教德 就不必來教會 那這個到底是對不對啊 打問號 好好的聖師 然後明辨 這個是對我們來講 在一個末日的世代當中 絕對需要的一種分辨的功夫 那麼我們也求神來帶領 讓我們每個人在這一本聖經 真理的根基的造就上 都非常穩固 能夠清楚分辨 這個到底是真理還是異端 但我們不能活認的是 在一個末日的世代當中 這個欺騙的靈 誘拐的靈 他會工作 然後讓我們去聽從這些規模的道理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防備的 我們一起來唱讚美詩175首